这个吴南森 这个 这个还有什么向南 这样一批老同志 未来我们会慢慢呈现在 这个我们的明镜的 这个节目中间 让大家去了解历史 中国的经济推出的 最开始的推动者 除了像习正宣先生这样的 元老人物以外 还有江泽民 江泽民最原来是吹牛逼 其实不是的 是真的 因为江泽民当时是在 中国什么禁区考 什么什么委员会 是什么什么外资委员会 那么其中就是 跟深圳有关系 那么习正宣 当年之所以搞这个 所谓的深圳推出 其实这个是不叫深圳推出 就是工业加工区 那么主要就是 因为当年广东的很多人逃跑 逃跑 跑到香港去了 那么青壮年逃跑以后 习正宣 就是去到保安 这些地方去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 以后就说 这些人为什么跑 到那些就是干什么 那人家就说了 在香港有很多这种工厂 打工 那习正宣就想到 那能不能我们在 广东也建立这样的加工区 那么他们建立加工区 什么项目都不知道怎么做 有人就说了 台湾有一个叫男子工业区 最好是把他的那些管理手 再偷过来 就变成了 后来的中国最开始的 三来一步 最开始的 外资的加工区的 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型 这件事情 虽然习近平那个时候 他刚刚开始 出道不久 80年的初期 但是他多少是知道的 像他这样最早的了解 深圳台区 了解香港的 这个 举行回归的状况 的官员 几乎在这一代 现任的官员里面 几乎是 绝无情有的 所以习近平不是一个 不了解香港状况的人 但是他这样了解香港 最正把香港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还要讲 这个里面的 有一些历程 这些历程 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了 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我听不见 第二个话题是 你等会儿 第二个话题是 港澳系习家军首将跳楼 习近平至今非常疑惑 也就是澳门的这位 对 那么这个巨英大使里面 这个我刚才讲到了柯华 还有一位另外重要的同志 这位重要的同志叫江恩志 江恩志 他是这个 在外交系统是西奥斯系统出来的 那么他很早的时候 就在这个巨英国大使 当这个二名 当这个好像三名还是二名 反正没当过一名 他离开这个 这个伦敦的时候 正好是呢 这个谁呀 正好是柯华呀 到这个英国当大使 就是70年代的时候 江恩志就是在巨英的 这个这个 外交系统工作 那么当然这个 柯华是他的劳领导 劳领导 因为后来 进行的细节的布局 为了让整个的 香港主权回归 这个能够和英国进行很好的宪建 所以后来江恩志在外交部的副部长任上 调判为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当社长 也就是我们讲的许家腾先生的那个角色 我们讲的新华社香港分社 不是讲的传统意义上写新闻报的那个分社 这个分社是本身是正部级单位 直受中央的这个领导 那么他比港澳办呢 其实地位是差不多的 略微低一点点 但实际上他可以直接通 最高层通向这个赵紫阳 通向郑小平 通向人杨生坤 那么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江恩志扮演了1997年 主刑回归的 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香港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的秘书 就是跟外交部一起搭过去的 叫郑小松 那么他后来 这个新华社香港分社撤销了 大新华社撤销了 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这个联络区 联络区 联络办公室 那么江恩志同志 成为中联办的首任主任 首任主任 那么郑小生呢 就是这个中联办的首任主任的大秘书 江恩志在这个香港举行回归的过程中间 当时我正好在香港 那么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江恩志的这个行为 他是属于外交系统的人 做事情的规规矩 比较的 比较的职业化 那么当时候呢 深月英国和中国有一些分歧 有一些争吵 彭定康在最后任期的时候 想推动香港的政治变革 但是当时已经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这个中国政府拒绝了他 其实不仅是呢 这个英国政府的责任 很多人就批评说英国政府太糟糕了 你们早就应该在香港进行政治变革 不要搞得你最好举行回归的时候 再弄这个政治变革 你不能让香港只有自由 应该让香港有民主 如果你在这个香港举行回归之前 你就完成了这个民主的变革 那中共统治香港的时候就很艰难 那么就他必须要接受香港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 即使我们了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这种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我们在一些 后来解密的英国的机密里面 发现了一条 即使香港早 英国政府早就想搞这个变革 早就想搞这个政治体制 但是一搞的话 中国就说你只要一弄 我们就把香港给你收回了 所以使这个英国没有办法 在香港进行的这个民主选举 一时到了这个彭定康到了他的木齐 彭定康想胆子大一点 都进行一些 这个让老百姓参与这个香港的政治变化 但是中国政府给予非常严厉的打击 把一个名字 一个帽子送给了彭定康 这个帽子叫什么 叫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 但是九七回归之后 江恩俊先生仍然是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扮演了一个林路主任的角色 而不是直接参与香港的事务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后的这个香港台首叫董金华 董金华先生怎么成为香港台首 那我可以说是在媒体人的角色里面 少有的几个知情者之一 因为正好我跟各方面的关系都熟 包括董金华先生我也见过 董金华先生的家人我也见过 包括怎么把董金华排养成为台首的人 我也见过 那么后来董金华先生的主要的助手 也是我这个几十年以内的朋友 那么但是呢 有一条就是董金华先生跟新一泽的台首 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 他可以直接跟江泽民通话 他可以直接跟朱一金通话 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呢 是当年我的一个朋友 这个把这个董金华去上海的整个的安排 是他安排的 这个人现在就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住 我曾经对他呀 有几个访问的节目 其中涉及到新疆 我不知道马先生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 我看过 看到他讲到新疆盛世财的故事 包括世财的后期的很多事情 他都有讲过 我都看过 你记忆很深 因为盛世财啊 他是东北人 他带了十个人去治疆 这十个人也号称十大博士 为什么是十大博士呢 是因为他们都是留日的 我们知道东北是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呢 把很多的日本东北的精英分子 这个送到日本去留学 或者日本接受留学 那其中盛世财手下的交通厅长 就是我的朋友的父亲 那么他们后来 这个彩礼到了这个台湾 对吧 他的岳父也是台湾的 国代还是立委 等于是权贵家族 后来他成为了 董建华父亲 董浩云的 这个秘书 你去想一想 我对董家的熟悉还高牛的吧 非常谢谢 那么 他把这个 董建华引进到这个上海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叫朱英基 上海市委书记叫江泽民 那么当时候董浩云 董建华他们叫什么 东华海外 东华海外有一艘船 叫海上大学 海上大学 海上大学就曾经呢 就开到过上海 当时在上海 让朱英基上船 要这个江泽民上船 就是我这个朋友安排的 那也是董建华呢 第一次见这个 见这个什么 见这个江泽民 见这个朱英基 那个时候 这个董建华 已经跟赵紫阳 挂上关系了 那赵紫阳的关系 是怎么挂上的呢 就许家潭 当时候接到赵紫阳 和郑小平的指令 去干什么 要到香港去稳定资本市场 稳定资本市场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经济移动非常糟糕 如果香港的经济 继续糟糕下去的话 那香港的局面就很不稳定 所以当时候中央 为了稳定香港的这个局面 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决定给一批 破产的 资金非常困难的 一批香港商人 给他们钱 这批给钱的人 就是当今 在香港 有的很富有 有的人呢 已经把这个中央 给的钱呢 转走了 逃跑了 那么董建华 拉了这个钱 后来翻了 翻了身 让这个东方海外 再成为世界上 一个又一个强大的 这个海员公司 因为他的父亲的公司 公司 后来遇到这个经济危机以后 差点崩溃了 本来东方海外 是非常亲共 亲国民党的 他们那个梅花呀 那个标记呀 就是国民党的标记 梅花标记 马先生知道吗 但是他们跑到这个 中华民国去的时候 台湾已经开始民主化了 台湾不愿意去改钱 去改董家了 这个时候许家腾 改钱 改了这个董家 改了董家 是交通部的名字改的 改了大概几亿吧 还是多少钱 我忘了 距离说是忘了 但是去代表交通部 去董建华的东方海外的 两个中国代表 我都认识 一个现在在纽约 跟我本性 一个现在回到了中国 那么这些人都跟我讲过 当年的董建华的这个故事 说这个董建华是怎么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这个钱 反给中国了 反给中国了 实际上这个台首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安排了 安排了这个台首的时候 虽然是许家腾和赵紫阳安排的 但是江泽民已经没得选择了 因为江泽民已经认为 董建华是一个再被中央信任的 这么一个香港商人 所以还接触了他 当然了 这个董建华 由于他很早就跟江泽民认识 所以等他成为香港特首的时候 他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跟这个 这个江泽民打电话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中联办的角色就比较低 那么江恩俊退下来以后 他的这个大秘书就回到外交部 然后呢又到了这个财政部 到了财政部 那么后来就担任中联办的主任 叫高四仁 是广州市委书记调来的 这个人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 为人也非常好 很尊重香港的一国鸟制的精神 所以香港在这两任中联办的主任领导之下 可以说是符合了香港基本法 香港人的民心开始回归 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可度啊 开始在增加 一是到中国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 开始傲慢了 开始大包小包都在香港买东西了 那么才出现了香港人 对中国大陆的疑惑 中国对这个中共的这样一种 指高气氧 开始呢 民心就开始不回归了 开始撒着疑惑了 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间呢 那么这个主要的 这个香港事务的一个操盘手 是曾经红 曾经红这个人呢 他是在中共高层里面 相对来讲是属于比较开明的 比较具有弹性的 他的有一个弟弟叫曾经华 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 台判院的身份呢 在这个香港 在香港活动 那么什么活动呢 就把香港这些明星呢 弄到中国大陆去演出 因为那个时候的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香港 是在整个亚洲扮演了 娱乐中心的这个角色 所以曾经华把这个港台的演员 弄到中国大陆去以后呢 就加强了内地在这个 香港的文化的了解 他是整个中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棋子 一个战略的布局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香港的港澳系统 主要还是廖家班 廖家班就是我们知道是廖承治 廖承治是这个中共早期的一个领导者 也是邓小平啊 也是这个蒋军国啊 这一代的这个关系 他们私人关系都很不错 那么这个郑小平也给予了廖承治很大的权力 但是在至尊和畏教方面 廖承治和郑小平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当上绝大多数的中共领导人 我所知道的 比如说这个国防部长 龚彪也就是习近平的老板 习近平在龚彪手下当了四年的秘书 习近平不是当军人吗 穿上军装吗 就是在龚彪的手下当这个秘书 龚彪先生就是主张不属尊的 还有一个外交部长黄华 他也是主张的不属尊的 那么这些讲话以后呢 这个龚彪糊里糊涂啊 这个还跟香港记者讲了 香港记者就马上报道出来了 那个时候龚彪已经是前一国人大副委员长 那么电视台报出来以后 郑小平就知道了 郑小平当作香港的记者骂呀 说龚彪黄华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你就想想堂堂的外交部长 堂堂的国防部长被你这么羞辱 他们怎么禁人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龚彪还是黄华 就不到情况人大就上班了嘛 那不去上班的时候 正好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个小伙子 他就利用了机会去清理 副委员长的办公室 就看了很多机密文件 这个人是谁呀 就是今天很震惊 今天晚上的主角人 陈小龙不是 陈小龙不是当时就看到很多机密文件 就这么看起来的 就是跟龚彪和黄华呀 当年郑小平骂这个事情有关 那不但龚彪黄华 黄华 柯华 还有谁呀 廖承志 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些 还有谁呀 反正他们都是举张啊 就是香港既不要聚尊 也不要搞外交 但是就是曾小平这么一个土包子 不能抱歉抱歉抱歉 我这说话不对 不是土包子 曾小平这么一个 极度的独裁思想的这么一个 一个人物 他呢 非得要搞聚军 非得要搞外交 所以整个拿了他没办法 那么就是才使香港这个 今天这个局面啊 越来越变成中国想控制的原因 假如如果按照当年的柯华 按照龚彪 按照黄华 按照这个廖承志他们的想法的话 香港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特别行政区 就像当年的东德和西德一样的 对不对 东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德西德就是香港 澳门 你想多好 对不对 然后这个香港 你甚至还可以在别的国家 实力外交办事区 现在的这个香港 成立的这个办事区 就不能不累嘛 叫经贸办事区啊 是叫什么办事区 它就不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真正的办事区啊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办事区的话 香港它在国际舞台上 它可以香港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区 它应该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地位 对吧 那么我再这么一句讲 讲到江恩俊先生的这个秘书 郑晓松 郑晓松呢 后来到了财政部 然后又去了这个 很关键的一个职位的安排 他去了这个 福建省委 在福建省委担任了福建省委常委 好像还担任过省委秘书长 为什么会郑晓松会 作为一个到福建去培养的一个官员呢 原因很简单 我前面讲了 江恩俊 是当年他的岳父的 这个科华的这个部下 那么江恩俊的这个秘书 后来也成为了 这个 成为这个 这个 这个习近平 想参与香港事务的 一个其中的一个棋子 因为这个 这些人 现在都是被 曾经红和之前的其他势力所控制 那么 习近平要绸布安排自己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要安排一个人呢 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把这个郑晓松 从这个 福建省委开始安排起 开始跟他解决级别问题 解决了资历的问题 解决不断的这个 环境的断裂 后来把他安排到中联办 中联 不是 中央联络部 不是中联办 中央联络部 当这个副部长 解决副部级的问题 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把他安排到了 澳门 当了中联办主任 澳门中联办主任是正部级啊 是中国 港澳工委的副书记 港澳工委就是两个地方一体 那么书记呢 是中联办的香港中联办主任 副书记呢 是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主任 等于是习近平要试图安排自己的人手 慢慢来接替原来曾经红的人手 来一个布局 而且让他呢成为了好像是中国中央委员 中国中央委员还是中央号部委员 好像是中国中央委员 习近平在2018年 十一分就是前年 前年 要去香港这个澳门 这个澳门 中央了一个重要的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香港澳门 这个珠海大桥 叫港澳珠大桥 这个路程典礼 时间应该是2018年10月23号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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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那一天去这个检查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个 10月2018年 10月20号 凌晨还是什么时候 发现啊 曾小生在这个中联办的 举人的官邸 跳楼自杀 应该是在第二天 这个曾小生 就应该去珠海 见习近平 第二天 居然在习近平要见他的 前一天 而且前两天 在这一刻 你看 居然跳楼自杀了 那么跳楼自杀 后来的解释就是 中组部还有港澳办 马上就判人还有安军部 公安部判人就到澳门 得出的结论 是什么呢 自杀 为什么自杀呢 为了长期得抑郁症 然后压力他大 港澳去大桥 马上要开通 他实在想不同 就自杀了 我们知道啊 人一旦得了抑郁症呢 确实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很困难 那么我们有一个朋友 读大学的时候 认识 一个女孩 她后来是成为了一个老师 成为一个老师 女儿在法国留学 后来她的同学 到纽约来跟我们讲这个故事 讲得我们都是眼泪汪汪啊 为什么眼泪汪汪啊 就是因为她的女儿啊 知道母亲得了这个病 想回来看看母亲 这个母亲 最后面留下的遗书啊 就是说告诉女儿啊 我实在等不及了 我实在等不及了 所以女儿回到家的时候 母亲已经跳楼自杀了 那个时候我们看了她 那个时候我们都十几岁嘛 对吧 二十岁嘛 二十岁都没有 一个很健康的人 最后面就真的是 抑郁症就写在了自杀 我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能有人说啊 这个郑小生呢 他不是抑郁自杀 因为抑郁自杀的人 确实很多啊 对吧 但是呢 很多人到至今为止 还怀疑 为什么那么巧 为什么那么巧 为什么就对习近平 要开始结党 港澳系统 安排自己的人手 已经进入了港澳系统了 已经是正部级了 已经是中共港澳工委的副书记了 他下一步的职责是干什么 下一步干什么 就是结 港澳办 不是 结这个中联办的香港主任了 军英在习近平来之前 到珠海去之前的第一天 前一天就自杀了 所以习近平在23号的时候 剪裁港澳局大桥 那是脸色非常难看呀 非常难看呀 也没讲几句话呀 也不想这么讲话了 因为他怎么都不理解 这样一个跟第一个岳父 有联合关系的 这么一个江安局 从外交部这么培养出来的一个人 进入到港澳系统 他为什么在外交系统培养 这个里面都有另外一些复杂的因素 我等一下到后面再来讲 为什么用夏宝龙和这个 谁 对吧 那么这个到至今为止 习近平他想不通 郑小松 到底是不是自杀 为什么他的人数 进入了以后就自杀 我们在十日谈的时候 进行了很多次十日谈 经常可以发现 有一些事情就跟死亡有关 马先生还记得吧 是啊 我们最近光谈这个十日谈的时候 死亡的人数和离奇死亡的人数 我都觉得好像每一集 最少有两三个吧 一两个一种 这一集我就讲到郑小松先生 就这么 这个 这个 就这么死亡了 而澳门我们知道 我在澳门生活过一段时间 我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 香港和澳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香港人喜欢自杀呀 因那个煤气楼 甚至有时候还是跳楼自杀 澳门那个地方呢 自杀并不高 但是澳门呢 还是会很厉害 枪劫案很多 经常发生了这个死亡案 在这个澳门 所以当时 郑小松的这个案件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特别的线索 我也不能足够一个 一个接待的一个答案 但是他确实比较蹊跷 第二个话题就讲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能不能请五分钟假呀 因为我看到老马你在吃面包 我一下子就饿起来了 我告诉你我吃的是什么 不是你普通见到的面包 而是自己家里做的油饼 你吃过没有 你能不能给我生几个顾来 哪一天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 好能行 你一定可以吃得到的 就对你养听嘛 你别太久了 我会